欢迎来到海地 欢迎来到海地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这辆车究竟要去哪 这是他们找我的这个零钱 此刻我正在的是我的第95个国家海地 本期视频我要分享的是100块人民币在海地 我现在手上有1700海地古德 本期来看一看这个海地版本的100块人民币 我会有什么样的经历 后面那个是海地的国旗 不过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要先说一句就是 我这边住宿的价格特别贵 我在这里面这个客栈住 20美金一个晚上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住宿 然后算在这个我的100块人民币当中了 现在是离开我这个客栈 今天我要前往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这个住宿酒店的外面 现在我要开始我今天的行程了 先说一下在海地这边 刚说了住宿的这个价格 说一下吃饭的价格 这边的话通常吃一顿饭两美金是可以解决的 一瓶啤酒在这个路边的这种小酒吧里 大概1亿美金就可以搞定 在海地这边的官方语言 包括这个法语 还有当地的这个版本 这个科里奥尔尔语 其实他们都是很当地的版本 这边我这两年基本上没有因为语言 就是基本交流有什么障碍 但是在海地这边 这个语言交流是完全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能说西班牙文 能说英文 但是发语我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这边刚刚我问一下路 稀里糊涂了 就把我他们就说 当地人说啊你上这个车 我就稀里糊涂的上这个车 就是当地的这种小车 给了他50 找了我20 找了我30 一个25的当地钱 还有一个硬币 我前面这个大哥呢 他是刚才跟我做同路辆车的 他现在正在跟我指路 去转另一趟车去我要去的那个车站 现在正在转另外一趟车 这个公交车总共付了25古德 现在刚刚到这个车站这一块 刚刚在里面问了一下这个票的信息 2000古德前往那个海底角 然后我身上呢 现在就剩1600多了 所以这个100块人民币是没有办法 让我去这个海底角的 现在从这个车站里边出来了 因为我早上没吃东西 现在状态特别的不行 在这边买了两个鸡蛋 这一个鸡蛋是25 25古德 现在已经饿都不行了 要补充点能量 他在这个鸡蛋上放了点盐 他们知道这个糖果 这是三个糖果 10古德 我买了20古德的糖果 这是他们找我的这个零钱 现在我要去另外一个车站 这边有一辆摩托车 它开价是500 但是我找到了250 顺便来看一下这个重摩托车 在当地的这样一个感觉 刚到这个另外一个车站呢 这个发现进不去 这个门已经锁上了 那边那个人说 他们这明天早上去 他们才开这个 我现在要离开了另外一个车站 我现在打算去那个前往边境那条公路上 要么是搭便车 要么是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过去 现在又上了一辆当地这种小车 25古德 然后之后呢还是要转车 这个行李又是多元满在这个托车这边 然后又下车的地方有个驾游站 驾游站这边有一个超市 在超市里边看一下 买点东西 超市里面我刚看到有卖这个 这个应该是芭蕉片 这个是70 然后买一个这个 看这边有卖家乡的面包 71个 然后买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海地当地产的饮料 小麦酿的五九斤的饮料 然后再买一个这个 75 所以总共是一个面包 还有饮料 还有小吃 发的是210古德 特别香 哇 哇 这些车呢跟我去同一个方向 这些车呢跟我去同一个方向 所以我能坐坐一点 吃一点 这个车也是25 福德 然后一趟 刚那个小车呢去了那边那个方向 然后呢我正在继续前往那个多米亚边境方向 我这边到了边境还有40公里 那个我如果能搭个便车的话就搭便车 没有的话就搭这个巴士 现在这个整个剧情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刚走到这个加油站的时候 这位个哥们用英文过聊天 然后很明显就是他们就是年轻的人吧 大家都聊的比较开 然后我看这旁边是有一个酒店 一个宾馆 我就问他们里边住宿的价格 他们跟里边的人都认识 最开始给我开的价格是一千 一千古德 后来我从这个一千古德 我搞到六百古德 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个后面 在这儿住一晚上 六百古德 这大概是这个五美金 这边是他们那个贝果的餐厅 然后刚在里面认识了几个当地的朋友 刚刚认识的朋友 这个妹子也是特别热情的 本来她也在那边工作 她也帮我跟老板砍价 最终彭一仙砍到了六百 现在我们来到小村的吃高站这一块儿 这种是海地当地特别常见的 这种是烤鸡 然后它会给你拌一些那个面条 然后还有一些沙拉 眨眼的功夫 二 这是二百五十 跟我们还要喝完的饮料 现在刚刚回到了这个我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点了一瓶啤酒 在西湖巴里的啤酒是一百二十十五 欢迎来到海地 欢迎来到海地 现在刚喝完酒 回到那个我住的地方 我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就是我搞到六百 六百古德的这样一个房间 还有空调 就是这个房间里没有灯 没有灯 我用我的那个手机给它照着一下 很大一张床 然后还有洗手间 空调空站都有 第二天早上起来 现在房间能看得清楚 就是我马上要出发了 继续出发 这是宾馆里面的超市 在我离开之前 来这超市买这样一瓶饮料 就是也是那个小麦酿的 五酒精的饮料 这个是一百当地钱 在上面写的是二十 在海地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上面写着一个美金的符号 然后加上一个数字的话 你要把这个数字称五 才是这个古德的价格 他们以前有这种 这个是特别特别奇怪的一点 然后今天摄像时间呢 我就慢慢悠悠地前往这个 四十公里外的多米加边境 而以上就是本期的一百块人民币 在海外 在海地的具体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 为了美好的晚上 这里是我的第九处 五国家海地 欢迎来到海地 我们在另外一期视频道中再见 拜拜 我是阿松 如果你对我过往九十国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 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